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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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新肖属鼠的朋友 你們好 我是李居明 今年非常高興 跟大家在網絡世界見面 說十二生肖 說到屬老鼠的時候 老鼠很興奮 因為行紅聯太陰 空聲只不過出報貫索 都不是屬於大型的空聲 所以屬鼠的朋友 今年基本上挺開心的 原來在影院屬鼠的朋友 有紫華 有鄭忠基 無順君 呂卓安 傅嘉莉 還有鄭秀文 還有鍾家欣都是屬老鼠 老鼠的人適應能力很強 樂天之明 天烈下來當被感 所以屬老鼠的人 基本上沒有煩惱 經常笑口細細 屬老鼠的人都是紫午後 有四桃花之一 所以屬老鼠的人喜歡玩的 基本上你去喝酒 去逛夜店都喜歡的 所以老鼠的人是天生 是仲朋友 亦是喜歡玩開心的生潮 好 老鼠其實就是紫 在古代紫是代表天子 亦是代表北方 所以屬老鼠其實是天子的背景 代表是皇帝星 但很可惜在1911年 就是封建社會的皇帝 就沒有了 所以就在現在就沒有皇帝 皇帝全部都不用做 全部給總理做 所以屬老鼠可以說是 是一個不用做的皇帝 那麼老鼠今年行兔 其實一路來都不喜歡 為什麼 因為兔和老鼠一撞 通常我們算命的時候 就說那顆星是一個被人看不起的星 展貿傷害 所以兩個星一走 通常來講做不到大事 在2023年老鼠就是遇到某牧 所以造成了老鼠 今年都會有一點點激氣的東西 就是類似被人看不起 或者被人疾 有這種情況 老鼠一向就不太疾得不罵得的 但是今年就會遇到這些星宿 紅聯星對於已婚的人士來講 就是代表太太會意外得到嬰兒 或者本身紅聯星 都是代表一個已婚的人 特別容易有婦女病 或者本身有前列腺 尿道疾病 如果本身你是未婚 那就恭喜你 今年紅聯星洞 肯定你今年肯結婚 兼遇到真命天子 高峰位就告訴你 是3月8至4月8日 如果屬老鼠未結婚的人 在3月8至4月8日 這個月你都找不到 那你今年紅聯星 就已經約了一大餐 因為紅聯星在茂木就在兔 兔月就是3月8至4月8日 所以3月8至4月8日 如果你本身都沒有桃花星 即是代表屬老鼠未結婚的 都是今年沒甚麼機會 屬老鼠今年 其實那顆冠索星 大家留意 冠索星代表一個難纏的東西 也就是糾纏不清 所以如果你走紅聯 你是已婚的 而又走那顆冠索星 就很容易有爛桃花 所以今年很多太太 如果老公是屬老鼠的 都會為他們化一化爛桃花 就在他家的北位置放一個風水物品 叫大滿冠 風水展開了之後 很多人來買大滿冠 我都知道原來他們是為老公化蘭桃花 當然如果你未結婚 那大滿冠就不用擺 因為那個是化洩的九枝離火星 變成財富 亦是可以化蘭桃花的 所以那裡回到北方 你要放九枝紅色的花 這樣可以催旺你的桃花 屬老鼠的朋友 今年你要記住 你的六合桂人、三合桂人 就是猴子 所以屬老鼠的朋友 今年屬猴子生跳的人 要打好糧糊的關係 千萬不要得罪屬猴子的人 因為今年屬猴子的人 全部都會客運 而且跟你要伸至神三合水谷 非常旺利 在過去的一年 那個老虎年 逢親屬老鼠、猴子和屬龍 這三個生肖的人 都是應搬遷運 搬來搬去的 所以來到今年 行這個子貿傷害 都是非常靈異 所以今年屬老鼠的朋友 千萬不要為一時的激氣 是推倒很多東西 特別這件事要小心一點 屬老鼠的朋友 記住今年你很需要六月決 六月決的意思就是 你無論西令什麼月份出生也好 加六或者減六 那個就是你的貴人 舉例如果你是二月出生的說話 加六就是八月 即是說如果你是二月出生的老鼠 八月份出生的人就是你貴人 今年你多些能夠跟你的六合的人在一起 你今年的運氣又特別好 太陰星和太陽星都是兩顆很好的星宿 所以老鼠今年行太陰星 是帶你女性的老鼠 即是說今年的份量比較漂亮 太陰星是打扮和人形光彩 是特別亮一點 所以老鼠女性今年是美女 行紅年星 所以真是吉谷的桃花是對的 但是男性如果是已婚的 今年就略嫌桃花多了一點點 所以老鼠的朋友 今年我贈你一句說話 尊重世間一切圓 老鼠的朋友都很喜歡 比較多人際之間的關係的處理 失當 今年希望能夠小心一點 記住任何困難或任何激起的事 樂天滋味 睡一覺 然後就甚麼都忘記了 老鼠朋友記住 今年子貿傷害 這就是唯一的老鼠比較麻煩 所以這也是代表一定程度上的是非 所以都是化一下東南方的是非聲 都是老鼠要擺的風水震力 下床記住 向著南方或北方下床 這就是因為我們睡覺有八小時在床上 所以這差不多是每個人今年行運 最重要的方位出陣秘訣 我來看就要詞 了